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洪心智 接觸樂器 我的第一個樂器是Bass 那因為我爸爸他是Bass手 那時候我都還看得見 我看不見之後 還是有繼續的往音樂這方面在走 也是因為我覺得 玩音樂就是要走出來 大家才能聽到我的故事 我的音樂這樣子 我之後在家休息大概兩年左右 然後又找回我以前玩樂團的朋友 其實也沒有想太多說我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我們就是有事沒事就是玩音樂 所以我在2017年 有站上春天吶喊的舞台 然後之後2018年 同樣也很幸運的有被徵選上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 蠻重要的里程碑